风信子是初春时节最早绽放的鲜花之一 它隶属于百合科,色彩鲜艳,花香四溢 我形容它是一种隔着屏幕就能够闻到香气的美丽花卉 风信子不具严寒,可以在室外的地里安稳地过冬 如果养分充足,初春时节就会快速生长并开花 它的花期大约两周左右 这是一盆好心邻居刚刚送给我的风信子 一共四颗,三颗已经开花,一颗含苞待放 长长的茎杆从叶子中间长出来,头部开花 我们一般管它叫做花茧 你可以看到四颗风信子,三颗花茧都非常正常 却唯独有一颗,竟然看不到一点的茎感,居然也要开花了 整个花茧好像是被夹住一样 这个就是风信子经常会出现的夹茧问题 它产生的原因有可能是周围环境温度过低造成 也可能是自身的缺险 风信子一旦出现夹茧现象就失去了观赏美感 解决这个问题也有一个小妙招 就是要把未开花的风信子及时的关进小黑屋 也就是为风信子进行遮阳闭光的处理 促使它图涨花茧 但这个方法只是合被开花前的风信子 一旦开花,效果就会差很多 下面就来看看三天遮光以后的效果 再过三天,它还会长高一些 花茧就恢复正常了 最后还有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风信子也可以采用水培的方法 种植在花盆中不要过密 直径10公分的花盆可以种一颗 像这样直径25公分左右的大花盆 种三颗为宜 关于如何解决风信子加件的问题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